不过随着中国的发展 然后随着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 中国的许多文化 包括一些文化的现象和文化的产品 也逐渐的受到了许多外国朋友的喜爱和追捧 所以今天我们全球文化相对论要讨论的内容就是 有哪些中国的精神文化作品 火到了你们的国家呢 来 我们首先有请 那就菲利普先来吧 刚刚表演有没有RAP 中国的精神文化穿不到波兰有很多 然后我相信各个国家都有什么布鲜一李小龙 但是我今天 喊的就是波兰自己创造的中国文化精神文化的吗 我们在波兰有一个组合非常火的一个迪斯科波罗 就是唱音乐的组合 大家都都知道了吗叫巴尔夫 都会唱他们的歌 你说在波兰大家都知道 对对对对在波兰都知道 对吧然后他们把自己的歌 本来就很火的歌翻译成中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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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 什么一家人 什么一家人 那谁跟谁一家人 神龙家人 主要是你听不听得懂 我听得懂一家人 他说的是波兰人和中国人 都是一家人 波兰人和中国人 波兰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 美国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呢 我的妹妹 美国快点 这个歌本身在波兰就是有一首歌 还是他们又重新创作的 是的 所有的歌词都是一样的 只有一句是不一样的嘛 波兰和中国人 本来就是只有波兰人都是一家人 但不是听起来那句话有点忙 波兰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 本来是波兰人都是 一般不够 但是在波兰还是很火的嘛 他的中文歌也很火的嘛 因为当时 中国已经开始流行起来了 在波兰 我觉得这首歌 在波兰的中国人听到 会特别起来 对 波兰人和中国人都是一家人 这个选句已经在我脑海里了 我要讲一点 跟菲律普也是很像的 也是音乐的力量 音乐的力量 这个是中国现在最火的一首儿歌 就是陈一生的雇佣者 雇佣者 雇佣者为什么是儿歌啊 你知道小学生爱这首歌 爱到什么地步吗 小朋友睡着了 爱你孤身走爱生 他马上能醒过来 下一句真的 这个很多学校用这个当闹钟 全班人一起就是 爱你孤身走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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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是真的 因为我大女儿就是小学生 每一句歌词都记得 而且会在家里考核我 你的披风 那陈老师肯定也会唱 他唱一句我唱一句 他唱一句我唱一句 那你唱一下我打听看 爱你孤身走爱像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孤身走爱像 爱你孤身走爱 这两句是他唱的 这两句是他唱的 怎么怎么 这男人的梦 这一夜中的乌烟云风 真的 而且让小朋友 学到很多新兴词汇 蓝旅这种词 因为他们那个年纪 可能还学不到 美国据我了解 不是小朋友唱 就是主要是中国的一个现象 就是 他好像全世界都爱上这首歌 就只有小朋友 就成年人也是 如果你刷刷笔战 就到处都能刷到 有人得翻唱这首歌 然后他也穿越到了美国 然后美国人也在到处翻唱 然后不光是美国 就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在翻唱 而且都在用 就是很多都在用自己的语言 给大家欣赏一下 很厉害 很厉害 唱的挺好的 这很好啊 一人一句 哎还有吉他版 这个好听 这个很好 好 现在就差个泰国版了哈 还好听 谁说站在光临的才算 对 而且就是刚刚我们听了各种 女种的这个孤勇者嘛 就是而且国外还专门有就是 音乐的专业人士做了一个赏西 就是虽然他们听不懂中文的歌词 但是从整体的节奏啊 包括情感啊 包括配气啊 韵律啊 还有演唱者的 他表现出来的那种能量 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首歌 所蕴含的巨大的力量 是的 好 小强 土耳西的话呢 从2012年开始 那个熊触摸 就动画片 真的啊 对 特别流行 特别流行 熊大熊触摸 在昌映的第二周 最多抗观率的第一名 排行榜 排行榜 票房 对 票房了 动画片里面 这两个字 对 动画片里面 对 它就是直接 叮票榜了 就第一名了 然后就是在第71届 就是电影界 再说一遍 71届 嘎那电影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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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比较好 71届 第71届 嘎那电影界 嗯 然后就是 土耳其发现 就是想就前一月 不想再听了 前一月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想再听下去了 不想再摆啥子 我就想说 这个相处摩在土耳其 非常流行 对 然后就它直接就是 破了所有的纪路 然后它叮到了第一名了 对 然后叮到了第一名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第71 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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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界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的签约了 发行商签约了 对 发行商签约了 对 然后很升级的地方 很多突然系的小孩子觉得 这个电影是 就突然系的 但是明明是这个电影 是从中国过来的 你们是配音了有没有配音 不是 那你们的配音 是有那个东北的味道吗 因为大雄大雄二是这么说话的 看不出来就嘴巴动的 跟那个台词不一样吗 动画片 动就是狗狗狗 他这个动画片 在中国动的也不一样 来了 熊初诺在德国也是 前两年第一次出在德语去任性的 那其实它也是第一个 中国的一个动画片 在德国大面积上映的一个动画片 对 这这个片子俄罗斯没法上映吗 熊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看的动漫片 叫Masha in Midwich 是马莎和熊 我女儿特别喜欢这个 其实这个很火 在欧洲然后俄罗斯都很多人看 她讲的是普通家庭里养了一只熊吗 是一个Masha 是一个小孩子 特别好看 特别可爱特别 就像那个冰雪气园 就长得特别好看 女孩子 女孩子 对对对很可爱 然后名字就是她的好朋友 对一个熊 这不就是俄罗斯人的日常吗 真的跟熊 把熊当宠物养家里 我的女儿每天都看 每天看 而且她看俄罗斯版本 对很好看 这个是动画片啊电影什么之类的 而且刚刚小强还提到了就嘎那电影节 嘎那电影节是法国的电影节吗 其实今年在法国有一个中国导演 青年型的导演 她的短片在今年的干娜剑影节 是最佳短片的角力 对 陈剑影 那个角力就叫 《Palm d'or》 《海边升起》 对对对 《海边升起》 《海边升起》 对对对对对 《海边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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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看到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猜得出来 是一个故障 他们不知道是啥 然后他们觉得 他穿的服务也有一个 很中国文化的气氛 所以他们都 满感兴趣 然后他拍的视频 是在布尔道 就是我的老家 然后我看了他的视频以后 我直接关注了 他知道吗 他应该不知道 他现在也在B站拍视频 那他应该就知道了 他知道了就知道了 然后我也听到了一个信息 是去年美国日本 他们都有一些音乐家 音乐家都邀请了他 跟他一起合作 有没有跟法国 比较有名的音乐家 是的 那个音乐家他就 他叫啥名字呀 钢琴 所以他就弹钢琴 然后他就弹 那个鼓掌 然后他们都觉得 那些两个乐器在一起 是一个很美好的声音 觉得很聪明 你这个名字啊 你会说那个名字吗 法国名字 法国名字 他很有名 但是 他很有名 但我不认识 我以为他的名字是 他很有名 他的名字就是他很有名 我认识的时候 突然忘了他的名字 那你说他在法国名字吧 我说他的中文名字 你说一下他在法国名字 对啊 你查德克莱德曼 对 是 李嘉尔的克莱德曼 李嘉尔的克莱德曼 对啊 李嘉尔的克莱德曼 对啊 对啊 钢琴王子啊 你们两个应该跟他合作 做出个rap吧 rap rap 其实前一段时间五月份的时候 我们跟 我跟法国大使馆 他们有一个活动 就是法国音乐人 跟中国音乐人合作歌曲 然后当时有十一组音乐人 然后我也其中之一 好啊 对对对 那请好 对 那你会法语rap吗 我不会 那请问你们那家乡有好吃的包子 推荐一下 东北的包子还不错 东北包子正经不错呢 我还参加过法语歌曲大赛 陈铭老师就cue到自己了 他觉得他参加过法语歌曲大赛 我也参加之前 很早很早读书的时候 参加过法国大使馆办的那个法语歌曲大赛 选手他唱歌吗 该不会唱的 我颖紀的句者 一排 一排 今天我们 hier 一排 我真的可以听得懂你说的话 我真的可以听得懂你说的话 我真的可以听得懂 我真的可以听得懂 我先答应一下 就是一个比较浪漫的音乐 我们听调子我们也来听 你帮你呼叫给我 你帮你呼叫给我尝尝是不是想的 是哪个国家的人为了路线 你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 这是法国人 我是法国人 没有知道法国的任何事情 音乐家也不认识就知道吃包子 我觉得这个音乐应该比较老 我没有听到过 但是他说的话确实是法语 我可以听得懂一些词 不是全部 但是大部分人 有哪些词 有Fortrex唱包 爱情就是一个唱包 唱歌包子 我喜欢包 唱包 MC包子 你是吃包吧 我觉得讲的还不错 因为应该是很诚实的 你叫你唱歌这个 是不是 他唱歌 他唱歌 陈老师已经50岁了 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才30岁 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 比较 对 这个挺有名的 有本事唱点词出来 唱点词 他可以rap 好好歌 包子 我都听懂了两句包炸 为什么对吧 哇 朋友们物又来了 我们都唱出来了 我们都唱出来了 浪漫嘛 这么浪漫的歌 好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欧阳森怎么说 欧阳森 我来个跟教育相关的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相信 但是 中国教育有一段时间在英国特别火 在2015年 你看过 你看过 BBC出了一个纪录片 叫中国老师来了 我也看了那个 他们邀请了五位 来自中国的老师 然后去到一个 英国的非常普通的公立学校 给孩子们教课 然后他们就建了两个班 一个叫中国班 一个叫英国班 四周后 他们会有一个学术比赛 然后中国班的学生一开始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他们非常不适应了 而且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说实话 所以他们比较习惯这种 方阳式的西式教育 所以他们就是要麻烦 但是最后结果是 受到中式教育的那个班 最终考试成绩超过了 受英式教育的同学们 好像我们有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出来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批评当时的一些 英国教育的一些缺点 尤其是公立层的这个 这个教育体系 反正我最觉得中西教育各有离弊 之前很多西方人对中国教育 有一种误解 但是那个纪录片证明了 中国教育有自己的好处 而且也有自己的历史背景 从孔子到现在以来都可以 就是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嘛 所以我觉得挺棒的 欧阳森说话 刚刚杨迪说滴水不漏 真的是就是各有利弊 然后这非常棒 不会是学庄子的人 西式教育 而且整个逻辑自洽非常好 好 其实我觉得刚刚大家有提到了很多 就是大家在逐渐被接纳 喜欢的一些中国的文化 其实随着中国的发展跟开放 中国向世界输出产品 商品服务的同时 也向世界传达着许多 中国的思想和观念 那随着中国跟全世界的经济交往 现在也是越来越深入了 和许多的国家的商品的交换 也越来越丰富了 中国的文化也必然会受到 全世界更多的关注和喜爱